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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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家让他交花费 要充花费 但是一充呢 还不是一星半点 让充700块钱花费 我爸说 我也没带那么多钱呢 其实你看 真的围绕在老年人身边 那种骗局很多 比如年轻人交友 有很多人说 这个交友虚谨慎 里面也有骗局 对对对 没错 今天呢 我们在现场啊 有一位你的闺蜜 我的闺蜜 我们把她请到现场来了 她要给你介绍一个新朋友 也许这其中可能会有骗局 你可千万要当心 好嘞 那我们看看宋明 在接下来这个片段当中 到底会遭遇到什么事情呢 你现在这边都这么跳舞了吗 男的都穿得跟黑社会似的 一点色都没有啊 哎呀呀呀呀呀 男孩和男孩还有这种动作呢 看什么呀 就你后面那个 就那个特胖的 戴眼镜长挺漂亮的那个 送迎 迎请我 没问题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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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们又见 哎呀 你今天肤色真好 皮肤真好 红乎乎的 你跟原来一样 还真那么不会说话 哪天皮肤不好啊 今天更好 特别像夜市的小龙虾 等一会儿 你让大家伙看看 夜市 谁像小龙虾 你跟煮熟了的小龙虾一样啊 说你不会说话 你还是老样子 坐着来聊 说错了 像红苹果 啊 你是我的 像亚小苹果 没错 哎 对了 亲爱的 你还记得 昨天做瑜伽的时候 我给你提到一个男的吗 英国来的 特别绅士哦 哪天你跟我做瑜伽的时候 不提男的呀 昨天 哎 你不是说 你特别喜欢古诗吗 哎呀妈呀 古诗大哥杂志 我吓人了 起来 起来 亲爱的 你别介意啊 他们就这样 文化不太高 豆腐 李白 展昭 啊 展昭啊 展昭这个诗人我是认识的 但是我跟你说的 那个英国来的那个男的吧 他特别了解中国的古诗 他今天想请你跳一支舞 我知道你肯定会答应的 那得先看看他长得是不是我的菜 是应该看看 他就在那儿 你看一下 那边 不是我的菜 是这个 哦 这个 他明天就要走了 怎么跟雕像似的呢 哦 会动 会动活的 那你跟他跳一支舞吧 那得他过来请我呀 他听得见的 我叫威廉曹斯高 你吓我一跳 你觉得我的名字好听吗 你接着跳我就觉得挺好听 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教书 你去过那个地方吗 我受英语黄识派 来中国学习传统文化 我见过世界各地的Lady 你是我见过最beautiful的Gaga Lady 你愿意做我的WiFi吗 什么 Wi 非我 Wi 非 大夫 我觉得我们已经坠入爱河 你一看 你一看 这美男女生浪漫 顶 咦 嘴 咦 走 哎呀 淘气了 走 走 你一看 就对那女人浪漫 我明天就要回我的祖国了 你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吗 这多不好啊 特务 刻在这里 在一起 在一起 你们快快在一起 我不光是留了电话 我还给你吻了个声 口味很快回来 再见 亲爱的 我就喜欢跟你这样的人交朋友 是吗 又善良又漂亮 我知道 哎呀 你觉得他怎么样啊 特别好 是吧 真是我的贪 电话来了 我帮你接吧 好 喂 喂 你好 你好 我们这里是安巴尼莱蒙保险公司的 这里有您一份价值两千万胖子的保单 什么 两千个胖子 哎呀 你快听听 快听听 喂 胖子 不是 是价值两千万胖子 英镑 两千万英镑的保单 需要您的签收 为什么呢 是这样 曹子高先生在回国的时候 遭遇了不幸 我们深表同情 我们深表同情 但是他在生前 为您留下了一份价值两千万英镑的保单啊 受益人就是你 那咱们就不聊他意外的事了 聊聊保单吧 那我需要登门拜访一下 好吗 好 我等你 好的 那你开门吧 我在门口 这么快 快速快速快速 你看看 你看看啊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 这份保单 一定要留给你 他都不知道我叫啥就留给了我 那我就不知道了 哎呀 太有心了 两千万 等会儿 我数是有多少个零 一个 两三四 哎呀 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零啊 是这样 如果您想获得这份保单的话 您需要交二十万的税金 那还用说吗 两千万都到手了 在乎那二十万吗 签哪 签上面就可以了 哎呀 那 刷哪拿钱去 刷卡 先交税金 我们第二天就会把巨款 打到您的账户上 好 密码我都告诉你 四个零 好嘞 谢谢您 谢谢您 曹子高先生 一定会 开心的 我也挺开心的 不要难过 我也要走了 千万不要难过 我们明天电话联系啊 再见 再见 您就干了这么一件靠谱的事 拜拜 拜拜 首先您演得太棒了 谢谢谢谢 但是最后我觉得我怎么 被骗了呢 其实咱们都一样 有的时候骗局 恰恰利用的就是人们 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 贪财的这个心 对 有点就是占小便宜 这个心 结果就吃大亏了 没错 您自己感受完了以后 给大家提个醒 这种骗局 你觉得怎么能防住它呢 首先还是刚才说的那种 不要觉得是便宜就要占 对 不占便宜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交友虚谨慎 交友虚谨慎 我们接下来请宋宁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一起来看一看 发生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骗局 包小姐这三个字 已经是在网络上和现实生活中被人拿来调侃的一个称呼 这主要是因为 在许多城市的大街上 小区里 甚至家门口 都能看到包小姐的小广告 在全国多个城市 都有包小姐的身影 有的密集路段 甚至每三到五米 就有这样的小广告 甚至有的地方被形容为 满地禁食包小姐 色情服务 在我们国家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多数作案比较隐蔽 而包小姐小广告 却在大街小巷大肆粘贴 毫无避讳 难道真的有人敢明目张胆的招票吗 记者随机给小广告上的电话 依次拨打 记者随机给五十个不同的 包小姐手机号 依次拨打 对方都声称 自己可以提供色情服务 价格在一百元到五百元不等 绝大多数都要求去就近的银行 联系街头 你那在什么地方啊 我们就在这个农业银行附近的 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上地啊 那你到这个农业银行就可以了 我们就在那附近的啊 上地哪一个农业银行啊 总行哪里你不知道啊 上地的农业银行总行 对 具体是在哪个街啊 那你知道这个六里圈你知道吗 你不是说上地吗 六里圈在南边呢 我在上地啊 那你那你不远啊 还不远 一个在百五环还是百边 一个在南二环呢 好 他过去嘛 那有多远呢 对不对 这种不寻常的招票行为 真的存在吗 记者也到了对方指定的银行 再次给对方打电话 但是对方并没有如约现身 那你过来接我呗 那咱这样吧 咱们在中队新顾客 第一次来是先收取费用的 咱们都说最近查的甜品呢 不继续用 还不用也不敢安排 小姐 这样的话 咱通过农业银行 先把这个服务费交一下吧 行吧 那我二十钱打过去了 你不出现怎么办 你放心 咱们就在这一块做生意呢 还为了你这一百二百年 生意都不做了吗 对吧 以后都指望你来新顾客呢 我也不能迷乱来 对吧 小姑娘不出台 我怎么挣钱 对方声称自己的位置 距离记者很近 只要通过银行的自动提款机 把钱打入相应的账号 就可以马上见到小姐 并承诺不满意 可以退款 为了一探究竟 记者就给账户回了一百元钱 并再次打通了电话 对方说得如此痛快 难道真的有招票者 通过这种方式拦客吗 然而五分钟过去了 对方并没有如约出现 这时记者的电话又再次响起 这次通话者换成一个男性 对方一再表示 这八百元只是押金 将在见面后退还 但听到记者对此表示质疑 话锋一转 称小姐已经安排了 即便未成交 先前的一百元也不能退款 对方的这种出尔反尔 是不是只是偶然行为呢 记者随后又换了一部手机 跟包小姐联系 并称只贷了一两百元钱 对方一开始声称 无需服务费之外的任何费用 但得知记者已经汇款后 又变刮了 称没有六百元担保费 就不能见面 记者提到要向警方报案 包小姐对此不懈疑估 那你说这话咱们老板也不怕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行吧 从以上的情况来看 所谓的包小姐 似乎并不是表面上的色情服务 其实包小姐 只不过是以招嫖之名 请诈骗之时 房年过节 画安全 戏里戏外有玄机 今天很高兴 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 请到了宋宁 广告书 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 那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请宋宁来给大家 做些提示 我跟大家一样 看完这个小片以后 觉得这个 现在确实是交友的平台 比较多啊 这样的交友平台 你还是看不到真人的 你还是感受不到 人与人之间的那种 以心为成的那种交友方式的 所以呢 还是那句老话 交友虚心的身 好的 大家好 我是野员宋宁 在这里祝愿所有的朋友们 在洋年里能够喜气洋洋 谢谢 谢谢宋宁到来 谢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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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